第十二题 有加以两个带子 甲带中有1000颗一样的球 300颗黑的 700颗白的 乙带中有20颗一样的球 6颗黑的 14颗白的 好咯 甲带跟乙带各随机抽取一颗球 下列叙述 合者正确 他们要比的就是说 甲带抽到黑球 跟乙带抽到黑球的几率 好我们来看一下 甲带里面呢 他有一千颗一样的球 抽出黑球 从甲带里面 抽出黑球的几率是多少呢 甲带一共1000个球 黑球呢 有300个 所以呢 从甲带中抽出黑球的几率 叫做十分之三 你可以把约分变十分之三 好那从乙带里面呢 抽出黑球的几率是多少 我们知道乙带里面呢 他有20颗球 其中呢 黑球有6颗 那这个甲带是1000颗 黑球有300颗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乙带里面抽出黑球的几率多少 全部20颗都一模一样 但是有6颗黑球 所以是20分之六 约分之后还是10分之三 所以呢 虽然甲带乙带 他们的球的总数不一样 但是呢 抽中黑球的几率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所 黑球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这一题的答案 我们选B 这个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